蔡玉玲因查冊目追踪元朗721的襲擊案, 竟然被判有罪,這件事是非常荒謬的。 我對這個記者, 首先我對他的專業精神表示孟宜芬的敬意, 蔡玉玲在過去幾年不止一次以他的作品 奪得金瑤玉新聞獎, 我作為金瑤玉新聞獎的負責人, 我在過去的評獎過程中都很深深給年青記者 降敬專業精神和對新聞工作的負責人態度深受他感動, 這次也不例外,他以前也拿過金瑤玉新聞獎得獎者, 這次他的721報道也拿到今年的金瑤玉新聞獎, 你從他一貫表現來看, 這都是一個非常專業和有社會公義感的記者, 他這次所做的事只不過是履行一個記者, 體現一個記者的專業精神, 他為了要找出2.1這件事的真相, 他是採用過去記者一直採用的辦法, 來通過查冊,來找出涉案的一些人, 這件事過去所有記者, 所有做的調查記者都是這樣做, 我相信就算是外國記者做深入的調查研究時, 他都會去找查冊途徑, 誰知急戰竟然是查冊罪成, 我覺得這件事對一個還有專業精神的記者來講, 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 好像他在法庭出來時不講, 這個打擊不只是對他個人, 而是對整個香港新聞工作者, 如果你抱著求真的態度, 很認真地去追查一些案件, 你都會受到這些不合理的法律處分, 我自己覺得整個7.21案件荒謬的地方是哪裡呢? 第一,鼓吹打人的沒有事, 大家知道7.21前,經濟日報負責人石鏡泉公開在一個群眾集會上, 教唆別人拿藤條去打人, 但這樣的人石鏡泉教唆人被人揭露後, 他都懂得引咎辭職, 辭去經濟日報副總編的職務, 即是說他自己都覺得自己有問題, 但是教唆者沒有罪, 也沒有人起訴他, 對看策劃這件事的人, 何君堯還在那天臨7.21發生打人事件時, 還去為一批兇手打氣, 他又沒有罪,也不說我起訴他, 具體打人的人雖然有些被拘捕了, 但到現在都未曾有人被定罪, 而在整個案內第一個被定罪的人, 竟然是一個去查走真相的記者, 你說這件事是否來天下之大謀呢? 所以我覺得今次警察也好, 律政司也好,他竟然用這個所謂不誠實的申訴, 申報為由是置一個記者有罪, 我覺得這就是警察、澳門和律政司 共同在為7.21這件案件刻意地去隱瞞真相, 你自己不去查,你自己不去行動, 又不許別人去查,不許別人去揭露, 實際上客觀上你起了一種隱瞞事實的惡行, 我覺得這件事是為何國際社會會哗嚴, 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今次蔡浩廷的事, 是對整個建制派政府的一種, 對它來說是一種很嚴重的實績, 說得不好,或者覺得嚴重一點, 就是集體的陰謀要埋藏這件事的真相, 所以我覺得在今時今日面對一個這樣的政府, 它自己不去檢討自己的問題, 而反而將那些想找出真相的人置之以罪, 是要蓋住社會柔柔之口, 不許別人談, 這個政權已經墮落到一個無以復家的地步, 我自己覺得會不會對西文港的今後來講, 會不會是一種很大的威脅, 我相信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不良的影響, 一些消逆的影響, 但我呼籲大家廣大的西文工作者, 本著對事實負責, 對自己的良知負責, 和對歷史責責的態度, 是揭頓我們西文工作者的社會責任, 不要被這些事嚇倒, 所以我希望以後金瑤瑜新聞掌 亦都能夠得到很多人各樣報名來參加, 而我希望我們都能夠從這些作品之中, 找到一些對社會公義有積極影響的作品, 來鼓勵我們的同學, 這就是我對這次蔡宏廷事件的一個看法,